第39回 荆州长公子三求计 伯望坡军师出用兵 却说孙权都众攻打下口 皇族兵败将王 情之手把不住 遂弃江夏往荆州而走 甘宁料得皇族必走荆州 乃于东门外伏兵等候 祖带数十计突出东门 正走之间一声喊起 甘宁拦住 祖于马上为宁曰 我相日不曾清代入 金河相逼也 宁赤曰 胡夕在江夏多利功绩 如乃已洁江贼待我 今日尚有何说 皇族自知难免 拨马而走 甘宁冲开士族 只赶将来 只听得后面 喊声起出 又有数计赶来 宁视之 乃成蒲也 宁孔蒲来真宫 慌忙粘弓搭剑 备射皇族 祖重剑翻身落马 宁萧齐首级 回马与成蒲和兵一处 回剑孙权 献皇族首级 全命以牧匣成铸 带回江东 寄陷于王傅陵前 众赏三军 升甘宁为都位 商议 欲分兵守江夏 张昭曰 孤城不可守 不如且回江东 刘表指我破皇族 必来报仇 我以意代劳 必败刘表 表拜而后成事公志 荆香可得也 全从其言 遂弃江夏 班师回江东 苏妃在剑车内 密使人告干宁求救 宁曰 非己不言 无其妄之 大军既致无快 全命将苏妃削首 与皇族首级 一同济线 甘宁乃入剑拳 顿首哭告曰 某向日 若不得苏妃 则古田沟鹤意 安能效命将军 挥下哉 谨非罪当诸 谋念其昔日之恩情 愿纳还官爵 遗殊非罪 全约 彼既有恩于君 无畏君设之 但彼若逃去奈何 宁曰 非得免诸禄 感恩无地 其肯走户 若飞去 宁愿将首级陷于阶下 全乃舍苏妃 只将皇族首级计线 既必设宴 大会文武庆功 正饮酒间 忽见座上一人 大哭而起 拔剑在首 直驱甘宁 宁 忙举坐椅 以赢之 全京士其人 乃灵统也 阴干宁在江夏时 射死他父亲灵操 今日相见 故欲报仇 全连忙劝主 未统约 兴把射死轻腹 彼时各位其主 不容不尽力 仅既为一家人 岂可复礼旧仇 万事皆看无面 灵统叩头大哭曰 不共戴天之仇 岂容不报 全宇众官再三劝之 灵统只是怒目而逝干宁 全即日 命干宁领兵五千 战船一百只 往下口镇守 以臂灵统 宁败谢 领兵自往下口去了 全又加封灵统 为成列都尉 统只得寒恨而止 东吴自此 广造战船 分兵守把江岸 又命孙靖 引一支军 守无快 孙权自领大军 屯柴桑 周瑜日于 颇阳湖教练水军 以备攻战 话分两头 却说玄德 差人打探江东消息 回报 东吴已攻杀皇祖 陷进屯兵柴桑 玄德便请孔明记忆 正话间 忽刘表差人 来请玄德赴荆州议事 孔明曰 此必因江东破了皇祖 顾请主公 赏以报仇之策也 某当与主公同往 向击而行 自有良策 玄德从之 刘云长守心也 令张飞引五百人马 跟随往荆州来 玄德在马上 为孔明曰 今见景圣 当若何对答 孔明曰 当先谢襄阳之事 他若令主公去征讨江东 切不可应允 但说荣归心也 整顿军马 玄德一言 来到荆州管义安下 刘张飞屯兵城外 玄德与孔明入城 见刘表 礼毕 玄德请罪于阶下 表曰 无以息致 贤弟被害之事 当时急于斩 菜帽之手 以献贤弟 因众人告免 故姑恕之 贤弟信物见罪 玄德曰 非干蔡将军之事 相接下人所为耳 表曰 今江夏失守 皇祖遇害 故请贤弟 共义报复之策 玄德曰 皇祖信报 不能用人 故致此货 今若兴兵难争 躺曹操北来 又当奈何 表曰 无尽年老多病 不能理事 贤弟可来助我 我死之后 地便为荆州之主也 玄德曰 雄何出此言 两倍安敢当此重任 孔明以目视玄德 玄德曰 荣须思良策 遂此出回智管意 孔明曰 京生欲以荆州付主公 奈何阙之 玄德曰 京生待我恩礼交致 安忍成其威夷而夺之 孔明探曰 真人此之主也 正商论间 呼报公子刘其来见 玄德接入 其气败曰 季母不能相容 性命只在旦夕 往叔父连而救之 玄德曰 此贤之家世儿 乃何问我 孔明微笑 玄德求祭于孔明 孔明曰 此家世 量不敢欲闻 稍时 玄德送其出 富尔滴言曰 来日 我使孔明回败贤侄 可如此如此 必定有妙计相告 其谢而去 此日 玄德之推腹痛 乃眉孔明带往 回败留其 孔明允诺 来至公子宅前下马 入见公子 公子腰入后堂 查罢 其曰 其不见荣于继母 幸先生 一言相就 孔明曰 两刻寄于此 岂敢欲人骨肉之事 唐有漏谢 为害不浅 说罢 其身告辞 其曰 既成光顾 安敢漫别 乃挽留孔明 入密室共饮 饮酒之间 其又曰 既母不见荣 其先生一言 救我 孔明曰 此非亮 所敢谋也 言其 又欲辞去 其曰 先生不言则已 何便欲去 孔明乃 傅座 其曰 其有一古书 请先生一观 乃引孔明 登一小楼 孔明曰 书在何处 其器拜曰 己母不见荣 其命在旦夕 先生忍无一言 相救护 孔明作色而起 便欲下楼 只见楼梯 已撤去 其告曰 其欲求教良策 先生孔明 先生孔有泄露 不肯出言 今日上不至天 下不至地 出君之口 入其之耳 可以赐教义 孔明曰 殊不见亲 两何能为公子谋 其曰 先生终不幸 教其护 其命固不保已 请及死于 先生之前 乃彻见玉字文 孔明指之曰 已有良策 其拜曰 愿及赐教 孔明曰 公子岂不闻 身生虫儿之士乎 身生在内而亡 虫儿在外而安 今皇族新王 江下伐人手遇 公子何不上言 其吞兵守江夏 则可以避祸矣 其再拜谢教 乃命人取梯 送孔明下楼 孔明辞别 回见玄德 句言其事 玄德大喜 此日 留其上言 御守江夏 刘表犹豫未决 请玄德共义 玄德曰 将下重地 故非他人可守 正须公子自亡 东南之士 雄父子当之 西北之士 悲怨当之 表约 尽闻曹操 与夜郡坐玄武池 以练水军 必有难争之意 不可不防 玄德曰 被以知之 雄物忧虑 遂拜祠 回心也 刘表令刘奇 引兵三千 往江夏镇守 却说曹操 罢三公之职 自以丞相兼之 以毛戒为东曹苑 崔衍为西曹苑 司马懿为文学院 义字众达 河内温人也 引川太守 司马郡之孙 经兆引司马房之子 主部司马朗之地也 自是文官大辈 乃具武将商议难争 夏侯敦 禁曰 禁闻刘备在心也 每日教练士族 必为后患 可造图之 操机命夏侯敦为都督 于尽礼典夏侯兰 韩浩为副将 领兵十万 执抵博望成 以窥心也 寻遇建曰 刘备英雄 仅更捐诸葛亮为军事 不可轻敌 敦曰 刘备属贝尔 无必勤之 徐树曰 将军勿卿刘玄德 今玄德得诸葛亮为辅 如虎生异异 曹曰 诸葛亮何人也 树曰 两字孔明 道号卧龙先生 由今天伪帝之才 出轨入神之际 朕当世之奇才 非可小觑 曹曰 比功若何 树曰 树安敢比亮 树如萤火之光 量乃浩月之名也 夏侯敦曰 元旨之言谬译 无看诸葛亮如草芥耳 何族俱灾 无若不一阵生禽流背 火捉诸葛 愿将烧鸡陷于丞相 曹曹替 如早报结束 以为胡心 敦奋然辞曹操 引君登城 却说 却说 宗明 宗明年幼有胜财学 孔明年幼有肾财学 兄长代之太过 官张健说 不言而退 一日有人送牦牛尾志 玄德取位亲自捷茂 孔明入见正色约 明公无负有远至 胆是此而已也 玄德头冒于地 而泄曰 无了加此以妄忧而 孔明曰 明公自夺 比草草若和 玄德曰 不如也 孔明曰 明公之众不过数千人 万一操兵制 何以赢制 玄德曰 无政愁此事 未得良策 孔明曰 可诉招募民兵 两字教制 可以带敌 玄德遂招新野之民 得三千人 孔明朝夕 教掩阵法 忽报曹操 拆下侯敦引兵十万 沙本 沙本心也来了 张飞文之 未云长曰 何着孔明 前去迎敌遍了 正说之间 玄德照二人入 未曰 夏侯敦引兵到来 如何迎敌 张飞曰 哥哥何不使水去 玄德曰 智赖孔明 永须二帝 何可推调 官章出 玄德请孔明商议 孔明曰 但孔 官章二人 不肯听吾号令 主公若欲量行兵 骑甲剑印 玄德便以剑印赴孔明 孔明遂聚集众将听令 张飞为云长曰 且去听令 看他如何调度 孔明令曰 不忘之所有山 名曰玉山 又有林 名曰安林 可以埋伏军马 云长可以一千军 往玉山埋伏 等彼君志 放过修笛 其自重粮草 必在后面 但看南面火起 可纵兵出击 就焚其粮草 易德可引一千军 去安林背后山谷中埋伏 只看南面火起 便可出 向博望城就屯粮草处 纵火烧之 关平流风 可引五百军 预备引火之物 于博望坡后两边等候 只出羹兵道 便可放火矣 又命于樊城取回赵云 另为前步 不要赢 只要输 朱公自引一军为后援 各须一计而行 务实有失 云长曰 我等接出营帝 为身军师 却做何事 孔明曰 我只坐守现成 张飞大笑曰 我们都去厮杀 你去在家里坐地 好自在 孔明曰 剑印在此 为令者 斩 玄德曰 岂不闻 运筹帷幄之众 决胜千里之外 尔地不可为令 张飞冷笑而去 云长曰 我们且看他的既硬也不硬 那时去来问他未迟 二人去了 众将皆为之孔明韬略 仅虽听令 却都疑惑不定 孔明为玄德曰 主公今日便可引兵 就不忘山下屯住 来日黄昏 敌军必到 主公便弃盈而走 胆见火起 即回军掩杀 量于弥竹弥方 引五百军首限 命孙前简余准准备 安排功劳部伺候 派拨已定 玄德意 疑惑不定 却说夏侯敦与余尽等 引兵至伯望 分一半精兵坐前队 其余进赴凉车而行 时当秋月 商标许起 人马暂行之间 望见前面 沉头呼起 敦便将人马摆开 问向导观约 此间是何处 达约 前面便是不忘坡 后面是罗川口 敦令于尽离点压住阵脚 亲自出马阵前 遥望军马来到 敦忽然大笑 众问 将军为何而笑 敦言 无效徐元旨 在丞相面前夸诸葛亮为天人 仅观其用兵 乃以此等军马为前部 欲无对敦 正如曲犬羊与虎豹斗耳 乌于丞相前夸口 要活捉刘备诸葛亮 仅必应无言矣 遂自纵马向前 赵云出马 敦骂曰 如党随刘备 如孤魂随鬼耳 云大怒 纵马来战 两马相交不束河 云乍败而走 夏侯敦从后追赶 云曰走十余里 回马又战 不束河 又走 韩昊拍马向前见曰 赵云又敌 空有埋伏 敦曰 敌军如此 遂十面埋伏 无何俱灾 遂不听浩言 只赶至薄望泼 一声炮响 玄德自引军冲江过来 接应交战 夏侯敦 笑为韩昊曰 此机埋伏至兵也 无今晚不到心也 誓不罢兵 乃崔军前进 玄德赵云退后便走 时天色已晚 浓云密布 又无月色 昼风寂起 夜风欲大 夏侯敦只顾崔军赶杀 于尽离典赶到窄霞处 两边都是芦苇 典未尽曰 七敌者必败 南道路霞 山川相逼 树木丛杂 唐必用火功奈何 禁约 君严事业 无当往前 为嘟嘟言止 君可止住后军 李典便乐回马大叫 后军慢行 人马走发 拿里拦当得住 于尽 咒马大叫 前军都督且住 夏侯敦正走之间 见于晋从后军奔来 便问何故 晋曰 南道路侠 山川向壁 树木丛杂 可防火攻 夏侯敦猛醒 急回马 令军马误尽 言未已 只听背后喊声震起 早望见一派火光烧着 随后两边芦苇一着 一煞十四面八方 尽皆是火 又直风大 火是郁猛 曹家人马自相践踏 死者不计其数 赵云回军赶杀 夏侯敦冒烟突火而走 且说李典 见势头不好 急奔回 薄望城时 火光中 一军拦住 当先大将 乃观云长野 李典 纵马混战 夺路而走 于尽 见粮草车辆 都被火烧 便投小路 奔逃去了 夏侯兰韩浩来救粮草 正欲张飞 战不束河 张飞一枪刺夏侯兰 与马下 韩浩夺路走脱 直杀到天明 却才收军 杀得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后人有诗曰 薄望相持 用火攻 指挥如意 笑谈中 只需经破曹公胆 出出茅庐 第一攻 夏侯敦收拾残军 自回许昌 却说孔明收军 关张二人相畏约 孔明枕英杰也 行不束礼 见弥竹弥方 引军簇拥着一辆小车 车中端坐一人 乃孔明也 官张下马 拜扶于车前 须于 玄德兆云 刘峰官平等 皆致 收据众军 把所获粮草资重 分上将士 班师 回新野 新野百姓 望尘遮道 而拜 曰 无数生权 皆使君 得贤人之利也 孔明回至县中 为玄德曰 夏侯敦遂败去 曹操必自引大军来 玄德曰 玄德曰 此此 如之奈何 孔明曰 量有一迹 可敌曹君 正是 破敌未堪 西战马 必兵又必 赖良谋 未知 奇迹若合 且看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